当地时间8月22号上午时时曲 经过多天的连续航行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顺利抵达南非开普敦港 南非军方代表、中国驻南非使领馆工作人员 以及当地民众、华人华侨和中资机构员工代表等 在码头热情迎接 此前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友好访问 驶离莫桑比克马普托后 在好望角附近遭遇大风浪复杂气象 航津海区最高风力一度达到9级 最大浪高7到8米 任务官兵沉稳应对 确保了航程顺利 此次和平方舟号医院船首访南非 任务指挥员将拜会南非军政官员 南非政府多部门政要也将登船参加活动 访问期间 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将利用主兵台开展医疗服务 派出专家分队赴当地医院开展联合会诊 学术交流并联合南非西开普大学 开展中医专场学术交流 通过高频率多场次的交流活动 不断增进双方多领域共识 加深传统友谊